各位参加桃园AI Day 青年创新创业国际论坛的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想要很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我对AI的一些想法 相信大家可能都看到新闻 Google的智慧台湾 在台湾要有AI的这个实验室 要有300位各种不同的职缺 那微软呢也在台湾 从100位AI的工程师 接下来慢慢的要到200位甚至以上的AI的人才 所以我想最近在台湾跟AI相关的 不管是跟国际的连接 或者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AI的学校 AI实验室 现在当然都变成非常火红的一个话题 这个呢当然对于台湾的人才 在国际上能够做的贡献 融入最新的这个所谓的AI产业化的这个浪潮 以及把台湾现有的产业 进行产业AI化的升级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呢因为我自己对于社会创新比较兴趣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是社会怎么样去融入AI的这个过程 AI其实并不是只有好处的 我常常用一个比喻 就是AI的发明 它就像当年火焰的发明一样 火焰发明的时候 是把我们人体里面的一些消化的一些功能 它外包到外面 来自动化批次的处理 所以呢我们不但可以吃的比较好 而且呢也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 人类的文明就是这样开始 但是火焰呢也有它的危险性 也可能酿成火灾 我们做事情的方式 不能够是让少数的一些人 掌握使用火焰的权利 相反的所有成功的文明 都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透过所谓的家政客 或者是透过所谓的一起烹煮的这样的过程 让小孩了解到火焰的用途 也了解到它的危险 人工智慧在现在的所谓的机器学习的这个范式之下 他做的事情就是把人类的脑里面 一两秒钟不假思索的这件事情 移到外面去 好比像说看到一个人的脸 讲出他的名字 或者是说看到一段字 把它念出来 或者是说听到一段话 在脑里翻成另外一种语言 这些部分确实都已经自动化 也已经能够批次处理 帮大家省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但是呢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问自己 AI取代的 是不是任何人来说都一样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冗公或者是冗士 这部分的自动化 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还是他取代的一部分 跟人是平起平坐的 好像是协同合作的驾驶 或者是秘书这样子的角色 又或者是说 他已经完全取得了主动权 然后我们就是舒舒服服的 就让他帮我们决定了许多事情 尤其在后面这两种情境底下 AI要能够跟我们具体的对话 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的秘书犯了一个判断上的错误 你应该可以问他 为什么你做了这个判断 你后面的想法是什么 他应该可以用你听得懂的方式 跟你进行讨论 进行解释 然后呢 修正他的行为 这个时候 这个AI的模型 它是掌握在使用者的手里 还是掌握在少数的 几家大的实验室 或者集团的手里 就在这里可以看得出差别 如果AI是民主化的 如果所有人都能够 从小学到AI的原理 那么当它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拥有控制它 以及修改它的权利 它就像所谓的个人电脑一样 会变成个人化的人工智慧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新的12年国教课纲 或者是前瞻基础建设的 数位建设里面 都特别觉得在教育阶段 就让大家能够经历一段 除昧的过程 就是disenchantment 就是不觉得这是什么神秘的东西 而是觉得它的原理 是相当容易理解 透过各种各样的应用 是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 但是大家脑里都很清楚说 现在这个模型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它在外包或者在自动化 哪一部分的工作 只有这样子的教育 以及这样子的社会创新的普及 我认为 才能够在AI发展 越来越蓬勃的时候 人类跟AI是一个 协同演化 一起演化的一个关系 我们既能够越来越了解 AI在发生各种不同的判断 处遇的时候 它是怎么想的 AI的这些开发者们 也更能够去回应所有人的需求 把它变成大家能够听得懂的样子 这样子社会才能够在保有 它的多元价值的同时 又把我们所有人类不想做 或者是真的是很荣的事情 都能够交给AI去解决 然后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在自发的学习 在彼此沟通 在达到价值的共好上面 那我也很希望 在场的所有做AI应用 AI研究的朋友们 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价值 放在各位的工作里面 谢谢大家